江澄臭着脸站在后头,快帮我拿行李,魏无羡也白了他一眼,大男人拿着怎么了,却还是伸手接过他的行李,转头去看江彦离,记得东西大概什么时候到,明天应该能到,太大件了,没事,小区进出方便,我还有个小推车,到时候推着进电梯就行,先去吃饭,火锅吧。 江彦离笑了笑,你和阿成一吃饭就想火锅。魏无羡已经定好座位了,几人去了火锅店吃了一顿才回家。行李倒是不用他帮着收拾,但他也没闲着,给人倒水介绍之类的,总不能直接躲到房间里去打游戏。 谈话间,江彦离有些困倦,魏无羡便让他早点睡,明天再带他逛逛。江城和魏无羡都是夜猫子,毫无困意,两人默契地掏出手机。 点开游戏时,魏无羡一顿,我顺便开个直播。 虽然没有要求固定时长,但是达到不同的时长,有不同的奖金,还有全勤。 行吧。 江城拿着手机,要跟着他进房间。 你去冰箱拿点吃的喝的。 魏无羡道。 我是客人。 那你明天就回去。 拳头硬了。 最终还是端了东西进去魏无羡房间,房间就一张床一个衣柜,还有一张大大的电脑桌。 直播设备一应俱全,江城坐在边上。 魏无羡先是打开了直播间调整好彩点开游戏。 宝宝不是说今天不开播吗? 忙完了。 啊,我来了,无聊刷刷,果然能等到现在。 来了来了来了。 忙完了,但是睡不着,打打游戏。 魏无羡笑笑,朝旁边示意了一下。 江城立马拉他进队里。 宪宝在看谁? 旁边是不是有人? 还和人组队。 啊啊啊,是谁啊? 不会今天今天接女朋友去了吧? 我不准啊啊我怎么办? 榜一怎么办? 老公你说句话啊。 朋友,有点暴躁。 魏无羡笑着道。 你说谁暴躁呢? 江城没看到弹幕都觉得魏无羡是在说他。 你说呢? 朋友的声音也有点好听哎。 好直男的感觉。 接下来他们就发现魏无羡的朋友是真的有点暴躁。 快来上路帮我。 我们这下路有病吧? 我草,你留点冰线给我。 哈哈哈哈,真的很暴躁啊。 这个是之前和仔仔一起打的那个吧? 真的很好笑。 弹幕很欢乐,魏无羡很放松,甚至还有空吃水果,只有江城很暴躁。 他在上路一打二只有魏无羡去帮忙的时候轻松点。 突然,十架火箭从屏幕上滑了过去。 我草,富婆们又来来来了。 长见识了。 绑一来得依旧这么低调。 五个火箭一点都不低调。 谢谢各位的礼物,不用刷了。 今天就是水一下时长,带人玩的。 我们爱看。 话语间绑一的蓝又刷了五架火箭。 绑一真的人狠话不多。 绑一,我有的是钱。 抱紧绑一富婆大腿腿。 魏无羡无奈趁着开下一把的功夫,在后台给人发私信,不用太破费了,平台还要抽成呢。 自己留点钱买化妆品吧姐姐。 给我个卡号,我把钱打你。 倒不是说看她打游戏的全是女粉,但男粉一般是看下她的操作和讲解,给她投这么多钱不现实。 蓝,不用,我不是姐姐,不用买化妆品。 魏无羡,好吧,小妹妹,我把钱还给你,留着买衣服。 蓝忘机,蓝,我是男的。 砰,魏无羡的手机一下掉在桌上。 手抽筋了。 江城道。 宰宰怎么了,看着像是被吓到了。 肯定是被吓到了,本来稳稳的还在笑。 他赶紧把手机捞了回来,不好意思,大哥失敬失敬,大哥你干嘛投这么多钱啊? 他紧张起来,该不会看上他了吧? 无缘无故地投这么多钱,还没私信过,也没让他带飞,看起来甚至不喜欢玩游戏。 魏无羡,大哥,刚刚是不是脑一热就投了? 我给你转回去,下次别这样了。 蓝,不用,我很正常,你很好。 魏无羡心一跳,心想我好在哪了,你怎么就知道我好了? 他本来以为对方是个玉姐型的,还有点喜欢,哪知道是个玉哥呀。 魏无羡,大哥,你多大了。 蓝忘机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,好像他在道上混似的,换做其他人问他,肯定是不会回复。 但他对魏无羡印象很好。 蓝,二十七岁。 魏无羡,那跟我差不多呀,你怎么这么酷? 一边聊一边笑。 江城已经等得不耐烦了,不出声就是想看看他还能聊多久,没忍住探头一看,什么酷,那时装。 你还玩不玩? 魏无羡被他吓了一跳,才回想起来自己在直播,来来来。 迅速给蓝忘机回了个短信。 哥们加个好友呗,我要直播了,待会再聊。 发完撂下手机,就打游戏去了。 蓝忘机看着那条信息好一会,想起兄长知道他在刷礼物的时候,让他提防网络诈骗。 想了一会,他觉得魏无羡不是那种人,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发了过去。 依旧是打到半夜,不过这次魏无羡没做睡前项目。 他抱歉地笑了笑,今天没有睡前项目,明天我留一个小时给你们点节目。 他等着看我笑话呢,我受不了。 对不起大家,明天给大家发红包,早点睡,晚安。 晚安。 晚安宝宝。 蓝,晚安。 魏无羡关掉直播点开后台,就看到榜一流的联系方式,添加是秒通过的。 魏无羡,你好,给个备注呗,还是我还叫你榜一。 蓝忘机,蓝忘机。 魏无羡,跟网名一样啊,我还以为网名是你的一名呢。 蓝忘机,你的是一名。 魏无羡,不是,我还是叫魏无羡。 蓝忘机,嗯。 魏无羡,这么晚还不睡。 蓝忘机,在国外有时差。 几个小时,不过也快到睡觉时间了。 魏无羡,好吧。 魏无羡,你看我直播是在看什么? 游戏吗? 之前蓝忘机说是听她的声音,之前她是相信的,但是现在知道对方是男的之后就存疑了。 她不觉得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功能,催眠。 那看她直播间的,不得看到一半就睡着了。 蓝忘机,你的声音很好听,助眠。 魏无羡挑了一下眉,不知道信没信,心想对方是挺会撩的,至少她听得很开心。 倒是不困,又和人聊了一会,得知蓝忘机和她在一个城市就更惊讶了,该不会是认识的人专门来骗她吧? 不然怎么会这样巧? 魏无羡,你之前认识我? 蓝忘机,不认识。 她不太信,正想再说点什么。 蓝忘机又发了消息过来,时间不早了,你早点睡。 魏无羡想了想,蓝忘机既然说是喜欢她的声音,她摁住手机发了句语音过去,好吧。 那晚安,声音轻飘飘的,很好听,又把晚上蓝忘机给她刷的钱给她转了回去。